欢迎回来 昨天我们为您报道 由大陆国企承包的香港公共住宅 启秦村 居民自然水寒谦超标 但现在竟然又被查出 含有退伍军人郡 多位民主派人士 分别到连州公署和中国包商了 香港分公司抗议 要求连州公署立案调查 一批民些成员到位于北角的 连州公署总部报案 要求连署调查事件 是否涉及偷工减料及利益输送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件事 是应该要透过连州公署来介入 尽快就住这个水测的污染 当中也涉及会不会 这些水龙头有一个偷工减料 或者和招标不符合 那个规格的问题 是需要连州作出介入 而加足整件事的真相 是可以让公众来知识 率先揭露 启秦村实水含千辆超标的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 则要求政府暂停向承接 启秦村工程的中国建筑 批出任何合约 时至查明含千超标的原因 死得不明不白 将来是有可能 中国建筑工程承办的 所有的其他的楼盆 可能会重偷覆车的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所谓正本清源 必须要做的就是查找真相 另外一批新民主同盟成员 则到位于湾仔的 中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部抗议 要求承担大判责任 并立即检查自2009年起 承接政府楼宇项目的水质 新男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